女人经理的男人太多,身上还干净吗? 听听这五位男士的心理 男人毫无意外,都喜欢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和干净的女人 为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为什么 但都不会否认 女人一开始都是简单的,都是单纯的 但见过太多的男人和经理太多的男人之后 本质上或多或少都改变了不少 最初的初心很难坚持的 我采访了几位男士 问他们,女人经理的男人太多,身上还干净吗? 听听这五位男士的心理化 节字,他可能比童年女生懂得更多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女孩子年纪越小和经理的感情越少 为人越单纯 因为他一旦经理的男人多了 他就会造成他更了解男人了 很多事情在他眼里就是透明的了 比如恋爱之间的一些小技巧 以及男人平常忽悠人的套路 在他们眼里可看起来可能特别的幼稚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还是经理的男人少一点比较好 因为这样才有爱情的感觉 分子,他们可能比其他女孩子更加现实 经理男人比较多的女人 大多都会开始变得现实起来 其实一开始他们应该也是相信爱情的 可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爱情后 他们逐渐看清了男人本来的面目 永远都是说的比做的多 时间一久 他们就知道所谓口头上的爱情都是假的 现实一点才是真的 所以有了很多感情经历的女人 他们一般都开始比较现实了 大话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至少身体是不干净了 现在已经不是古代那个需要在婚前守生如玉的时代了 结婚前不是处女的女人也有很多 大多数男人也都能接受 虽然说能接受 但身为男人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女人跟着自己的时候是干干净净 大多数有过很多男朋友的女人都应该没有最初的清诚了 很多男人嘴上说着不介意 其实心里不可能不介意的 我就很介意 我介意的我女人在之前经历过很多的男人 瓶子 身上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女人经历的男人多了 身上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痕迹的 且不说肉体上的 就说心灵上的 经历多了的女人身上都会少一些单纯 多一些世俗 这个世俗可能是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 他可能不会像小女孩那样 相信你所说的所有东西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原因 毕竟经历的多了 就了解很多套路 自然也就不会相信了 还是单纯的女孩子比较好 很干净 小明 他们身上透露着一股别样的味道 我感觉一个女人如果经历的男人特别多的话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她的身上比其他女生多了一股别样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能看得出来 至于这个味道是好是坏就很难说了 因为有的男人喜欢单纯干净的 有的就喜欢这种成熟有味道的 各有各的好 各是各的选择 不过我还是喜欢干净一点的姑娘 因为这种味道不是自己培养出来的 还是很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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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